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冬奥会的知识 冬奥会在2月4号 那就是历春这一天开股 到2月20号秘书 五万城市在北京 奥运会一共三位七个大厦 我从四岁开始跟妈妈做移工 我得进老院给老爷爷老奶奶洗酒 我从七岁开始就是来山区给老人礼发 寒假呢老师不是哪一个作业 就是做一些关于奥奥会有意义的事 正好来给老人们礼发 正好借此机会给老人们讲一下这个关于奥奥会的知识 主要是想让爷爷奶奶们在开幕式的时候 坐在电视机前为中国建儿们加油 我给这些爷爷奶奶们取了一个名声叫千岁组合 今天是我们西斯宇村幸福院启动仪式 今天到场的老人有40多位 平均年龄都80多岁 最大年龄的老人是90多岁了 走的年龄超过了3000多岁 刚才的小朋友啊 为我们村里老人讲解了一下冬奥会的一些知识 老人们非常感兴趣 小朋友喜欢这个北京的这个冬奥会 很不正对的思考 冬奥会在北京主办 这是国家的大事 为中国建儿加油 为刚才小母亲的眼角很艰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